因为这场比赛是临时来辨证 受到太多这方面的影响 是的 第二 他的整个的战术的部署 不停地去干扰克劳斯的支撑腿 也给克劳斯带来的不小的麻烦 甚至克劳斯必须要用换架 来去避免顾辉的这种 对于支撑腿的骚扰 是这样 克劳斯对于顾辉的这种 高可以说是大范围的移动 以及高频率的反击 显得是有些不适应 但是北京我们不能去任何地去 忽略克劳斯的这么多年的经验 现在克劳斯把顾辉比在了绳圈 克劳斯把顾辉非常及时地 大范围地射出 顾辉的反击 顾辉的反击非常地有效 顾辉的反击 顾辉的又是单手的单拳的重击 打到了克劳斯 克劳斯连续的组合拳 近身的轻重的结合 30秒 顾辉能否顶住压力 顾辉能否顶住压力 克劳斯现在也是没有什么体能了 10秒 现在克劳斯已经是打出了自己擅长惯用的轻重结合的组合拳 克劳斯继续地做全板的联机 上场最后的对拼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了 赫辉的反摔 克劳斯的组合拳 克劳斯的组合 克劳斯的组合 巧克劳斯的组合 不回的反击 空洞 海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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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